近日,安徽合肥部分学校的学生收到安全提醒,有四名学生在实习期间偷越国境,到缅甸后失联,请其他学生提高警惕。 四名职业学校的学生偷渡到缅北发财,不知道是脑子坏掉了,还是收到境外某些人的股东,竟然到月薪只有五六百的缅北谋求发财录,想都不用想,一定是去搞电信诈骗了。 现在一些小年轻深受网络影响,认为钱特别好赚,总是认为一年赚的几百万很容易,于是对着自己三千块钱的收入越来越不满意,心一横,决定去缅北闯一闯,也不管赚的钱干不干净。 人是去缅北了,钱却不一定能赚得到,现在缅北很多诈骗窝点的诈骗人员几乎都是小年轻,这些年轻人大多数是奔着高薪来的,虽然他们知道是搞电信诈骗的,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能够赚到钱,把自己卖了都可以。 殊不知这样的想法即将把他们带入深渊,他们认为搞电信诈骗赚钱,但是没有想法骗不到钱该是什么样的。 在诈骗窝点完成不了电渣业绩可是会受到惩罚的,什么样的惩罚那得看电渣窝点的传统的,轻则体力惩罚,重则上刑剧,至于什么刑剧那得看老板的心情了,窝点业绩好点就轻一些,窝点没有骗到钱的,老板们可能会把他们血腰子拿去卖。 对于那些忍受不了体罚的逃跑被抓的,下场可就惨了。 这座残破的院子曾经非常热闹,这就是电信诈骗窝点割腰子的地方,而且是不打麻药的那种。 对于一些经常完成不了业绩或者屡次逃跑的人,诈骗窝点的老板可是没有耐心的,既然无法骗钱,那就会把他们送到这里来,做血奴,活体摘取器官,卖给那些需要器官的有钱人。 据说,中国人已成为缅北地下人体器官最大的供给人群,不打麻药直接嘎腰子,死了就烧掉或扔进山沟里。 侥幸没死的话,等待他们的是第二次摘器官。 在缅北这些器官可都是明码标价的,而且都是抢手货。 缅北的荒郊野外千万不要打开行李箱编织带一类的东西,遇到了千万要远离,不然会是你一辈子的噩梦。 香蕉林中心翻的土也别去好奇,只不过是诈骗团伙给香蕉树增加了一些天然肥料罢了。 这四名偷渡到缅北发财的职业学校的学生,也许正大某个园区努力地打着电话敲着键盘,或者正在享受诈骗窝点的电疗服务。 真心不希望这四名小年轻的器官已经在他人身体中了。 缅北不是天堂,那里只有电信诈骗,是人间地狱,牛魔王去了也得耕地的地方,千万别去缅北。